今天跟你分享一个信息 就是Deal to Dream 勇敢主梦 一起说勇敢主梦 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 第二姐妹 上帝造人的时候 有一个很特别 跟造其他万物不一样 他造着他的形象造我们 他造着他的形象造我们 所以一起说 我是像上帝的人 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 你里头有你爸爸妈妈的DNA 所以你生出来会像你的爸爸妈妈 上个礼拜我看到 有一个年轻的女孩 一进来就跟我打招呼 她说牧师啊 我是宅威德的女儿 我说我一看就认得 因为她们已经几十年 不在我们这里 到加拿大去 我说一看就认得 因为你长得跟你妈妈一模一样 你看 因为是她的小孩 所以她像她 你懂我的意思吗 是她的小孩 所以她像她 亲爱的弟兄 弟兄姐妹 你要像上帝 一起说我像上帝 在造我们的时候 他就把他的一个特别的形象 放在我们的里头 就是会做梦 一起说会做梦 人跟万物不一样 其中有一点 人有梦想 万物没有 其他的动物 没有什么梦想 但人有 他让人不断地去追求梦想 去探索未来 去突破他的困境 去突破他的困境 弟兄姐妹你知道 美国这个国家 跟别的地方不一样 其中有一点 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 其中有一点 这点是什么呢 美国是一个允许人做梦的国家 所以有所谓的美国梦 你知道美国梦 事实上这句话是慢慢形成 一直到1930年 有一个叫亚当斯的人 写了一本书 叫做美国史诗 在这本美国史诗里头 特别提到美国梦 于是这三个字 对不起 这个英文只有一个字 American dream 那么我们中文三个字 这三个字就慢慢慢慢 想骗了全世界 那他的梦怎么形成 事实上是1620年的时候 五月花号 从欧洲开到了美国 开到美国 在11月11号 登陆美国之前 他们船上 102个人 逐渐有50几个男人 一起签了一个试约 那个试约叫 五月花号宣言 这个试约里头讲的是什么 就是以后我们 到了这块土地上面 我们要建立的政府 不是任何国王的政府 我们要建立 是我们大家一起 共同推举出来的 在这块土地上面的人 每一个人都生而平等 因为在欧洲的时候 有很多阶级制度 很多农奴制度 很多贵族制度 他说没有 在我们这里不再有贵族 我们这里每个人 都是平等的 每个人在这边 可以自由地去发挥 他的所长 就是这样一份宣言 后来变成了美国的宪法 你记住 160年以后 他们写的美国宪法 一期几天的时候 他们写的美国的宪法 就是根据这个宣言 所以这个宪法出来以后 让几百年的时间下来了 美国人在这个地方 就可以去逐梦 这个逐梦造成了今天 美国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像现在 川普在那边讲说 要American great again 我告诉你 他是在走错路了 great again就是 让老百姓 可以自由地做梦 都不为阿们 你就看中国也是一样 以前在集权统治中间 人不会做梦 但是改革开放以后 让老百姓可以做梦 于是中国才在这 三十多年 四十年的时间里头 会有那快速的成长 原因在哪里 他把老百姓释放了 不在一个控制的中间 老百姓可以自由地做梦 现在有点可惜 有点倒退 有点可惜 祝福习近平要聪明一点 继续让老百姓 能够继续地做梦 有梦的人生充满了活力 没有梦的人生 就是浪费生命 没有梦的人生 只是一个生命的流浪汉 告诉别人 不要做流浪汉 在圣经中间 我们看第一个 上帝给人梦想 一起说上帝给人梦想 再说一遍 你看 亚伯拉罕上帝给他梦想 记不记得 创世纪第十二章 第一节到第三节 亚伯拉罕蒙召离开哈兰 记不记得 上帝在那里对他说什么呢 上帝对他说 我们一起来读 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 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 往往所指示你的地区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 你要叫别人得福 地上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就是这一个上帝 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在亚伯拉罕的生命中间 成为他一生的指引 成为他一生奔跑的目标 在这一段指引中间 上帝对他说什么呢 上帝对他说 就像任何一个 像任何一个移民 离开自己的本地本族的时候 都是去追逐一个更美的未来 对不对 告诉我对不对 每个移民都是这样 他去追逐一个更美的未来 更美的未来 亚伯拉罕也是一样 他追逐一个更美的未来 他离开他的本地本族 他相信什么呢 他相信第一个 他有一天会变成一个大的国家 他相信第二个 他会成为一个非常有福的人 第三个 他成为一个很有名望的人 第四个 他要成为别人的祝福 就是刚刚那三节经文中间 上帝告诉亚伯拉罕的 上帝说你要成为大国 你成为有名的人 你要成为一个很有福气的人 而且历次的万国 你都要成为他们的祝福 他就带着这个梦想 离开他自己的家乡 来到了巴斯蒂这个陌生的地方 来到这里的时候 并不是一帆风顺 在这边的时候 他也遇见饥荒 也遇见什么样的困难 他遇见他罗德 他的这个 他的侄儿 用一个很不礼貌的态度来对他 他面对很多的困难 在这许多困难的中间 这个梦想一直成为他里头 吹出他往前的 往前的力量 而且他万万没有想到 当他离开了这个家乡了以后 离开了原来的家乡以后 他真的成为 全世界最有名的一个老人 同意吗 你看特别像是美国人 英语系的国家 如果取名字 都是阿伯罕 阿伯罕 阿伯罕 连这个谁 林肯不也是 阿伯罕 林肯嘛 对不对 林肯也是一样嘛 都叫阿伯罕 阿伯罕 你要不能顾起于牧师 都叫自己阿伯罕 阿伯罕 阿伯罕 所以你会发现 他成为一个很 不但是这样 而且他成为 历代许多人的祝福 他不但成为 以色列人的祝福 他成为 非以色列人的祝福 不但以色列人说 我是亚伯罕 的子孙 连基督徒都说 我们是 亚伯罕的真子孙 你看到 这就是一个 逐梦的人 上帝祝福他 第二个 上帝有没有 给亚哥梦想呢 上帝给亚哥梦想 上帝给亚哥的梦想 在哪里 亚哥离开他的家乡 不是 亚哥因为 骗了他的 哥哥的祝福嘛 哥哥要杀他 于是他离开 自己的家乡 逃亡在外 当天晚上 来到了伯特利 在伯特利这个地方 创世纪二十八章 十二节到十五节 上帝给这个 逃亡的年轻人 一个梦想 我们一起读 这个经文来 耶和华站在 帖子上说 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你的后裔 必像地上的 尘沙那样多 必其南北开采 你无论往哪里去 我必保佑你 领你归回这地 你注意 亚哥从他爸爸家中逃出来 这是最慌乱 最无助 前途茫茫 心中充满了恐惧 因为这条路 他没有走过 这条路不是我们 现在的博游路 这条路不是高速路 这条路是 山间的阳长小道 这条路要翻山月底 这条路人烟稀少 野兽很多 这条路什么时候 会遇到强盗打劫 统统都不知道 这条路经过的 这些的村落的话语 也是他不懂的 所以该往哪里去 连子兰针都没有 就只是模模糊糊 他妈妈告诉他 我的梁家在哪里 你到那边去找我哥哥 他就带着这么一句话 走在这条路上 你可以想象 如果是的 荒山越岭 看不到一个人烟 吃的东西在哪里 也不知道 偶尔摘一点野果子 喝一点山间的西水 就这样子在那个地方 逃乱 在这样的逃亡的旅程里头 最慌张的时候 上帝在伯特利这个地方 当时不叫伯特利 只是一个旷野 是他后来 雅各把他取名叫伯特利 就在这个地方 上帝在他的梦里头 对他写些 然后告诉他说 告诉他说什么 告诉他三件事 第一个 我把你现在睡觉 这个地方 将来是你的产业 你看 答应他 将来这个地方 是你的产业 第二个 你的后衣 将来要像地上的 沉沙那样多 你注意 这个应许 这两个应许 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你记不记得 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上帝现在 重新对雅各说 说我告诉你 爷爷的话 现在要成就在你的身上 这块地势底的 我跟你爷爷讲说 他的心心 儿女要像天上的 沉沙那么多 天上的心心那么多 我告诉你 你的儿女 要像地上的 沉沙那样多 他的爸爸的 孩子 不祖父的 是像天上的心 而他呢 是像地上的沙 而且呢 地上万族 必因你的后衣得福 你看 跟亚伯拉罕的祝福 一样不一样 一样不一样 重新把这个梦想给他 同时他也说 我也与你同在地 无论往哪里去 我必保佑你 跟亚伯拉罕的应许 一样不一样 一模一样 文字的写法不一样 内容是一模一样 上帝让亚伯拉罕 带着这个梦想 进入巴勒斯丁 上帝让亚伯 带着这个梦想 离开巴勒斯丁 懂我的意思 一个在进入巴勒斯丁的时候 上帝给了他这个梦想 一个在要离开巴勒斯丁的时候 上帝告诉他 不要担心 你会回来 不要担心 这块地是你的 不要担心 将来你的子孙 要多如地上的沉沙 不要担心 不但你蒙福 万国都要因你蒙福 你看 亚伯拉罕带着梦想 进入这块地 雅各带着梦想 我有一天 一定会回来的梦想 离开这块地 你看他们都有梦想 所以在拉班加 二十年的时间 雅各是天天怀着 这个梦想在过日子 在这二十年里头 他有很多的委屈 因为这个拉班 实在不是个好东西 一直欺负他 一直欺负他 然后给他的公价 二十年里头 改了他十次的工资 不是越调越高 是越调越低 越调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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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的委屈 拉班不给他好脸色 表兄弟也没有给他好脸色 拉班的主人 也没有给他好脸色 就在这样的 这样的不公平的时候 咬着牙 因为有一个梦想支撑着他 咬着牙 咬着牙 过了二十年 他离开这个地方 他回到自己的家乡 你注意当他回来的时候 不是一个人回来 回来的时候 是一大帮子的人回来 带着他的十几个儿女回来 带着他 对不起 十一个 第十二个还在肚子里头 十一个儿女回来 带着他的妻妾回来 带着他成群的仆妃回来 带着他许多的牛羊回来 你看他给他哥哥 赔礼的那个牛羊 就不得了 你去看 给他哥哥赔你的牛羊 就是不得了 不得了 一群一群的赔 一群一群的赔 他能够赔得出这么多的牛羊 告诉你 他拥有的一定是这些牛羊 大概十倍以上 大概十倍以上 这个时候他回来了 这个时候他的梦 在这个时候开始重新成真了 上帝不但给亚哥有梦 亚伯拉罕亚哥 上帝给约瑟梦 你记得约瑟做过一个梦 约瑟做过两个梦 一个梦是哥哥们的河捆 向他的河捆下拜 另外一个梦是 天上的日月星辰 都向他下拜 记得不记得 哥哥们听这个梦会很高兴 哥哥们听这个梦是很生气 你做这个梦是什么 表示你都要比我们强 这个梦是什么 有一天你都要骑在我们头上 这个梦是什么 我们都要拜倒在你的膝盖之下 你的脚前 对不对 所以这个梦对哥哥们来说 是很讨厌的梦 所以你看创世纪37章 18节到19节 因为他的爸爸叫他去看他的哥哥 记得不记得 哥哥在外边牧羊 爸爸心里不安 你知道为什么不安 因为哥哥牧羊的地方在哪里 叫世界 世界这个地方发生过什么事情 他的哥哥在这边 把世界的人都杀掉 记不记得 记得不记得吧 所以当他重新来到这里 告诉我仇人在不在 在不在 所以老爸想到 我的儿子到这个地方去 告诉我会安心吗 不安心吗 不安心吗 所以老爸就打发这个小儿子 说你去看看哥哥们好不好 哥哥们老远看到他 你看哥哥们说什么 我们看一下 创世纪37章18节到19节 来 彼此说你看那是吧 谁来了 他们就说这个人是个做梦的人 他真是个做梦的人 结果呢 结果呢 就因着这个梦 他被卖掉了 不但被卖掉了 因着这个梦 他做了奴隶 不但做了这个奴隶 因着这个梦 他下到牢里头去 他被嘲笑 被排挤 最后被出卖 经过了非常辛苦的 差不多二十年的时间 十多年快 二十年的时间 他变成埃及帝国的宰相 这个时候 哥哥们来这个地方买粮食 跪在他的前边 这两个梦 重新活化在他的前头 他发现 原来我美梦成真了 虽然这个梦 曾经成全的过程 非常的辛苦 但最后 他美梦成真了 他想起连幼的时候 自己所做的梦 梦境成真 所以你注意 上帝给人梦 一起说 上帝给人梦 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 所以你一定要记住 你是基督徒 跟别人不一样 是什么呢 是你拥有上帝 可以给你梦的权利 我再说 你是一个可以有梦的人 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 你可能觉得 我有梦 上帝就会祝福 我告诉你 上帝祝福有梦的人 你看好 第一个摩西 摩西是把以色列百姓 带出来的 你记住 上帝为什么找摩西 因为摩西有梦 摩西在四十岁的时候 就想要救他的百姓 记得吧 想要把他的百姓 从埃及地救出来 他看到他的百姓 被欺负 他看到他的百姓 在鞭子底下过日子 他看到他的百姓 被埃及人呼来唤去 他看到他的百姓 埃及人可以随便地欺负他 他心中怒火中烧 他把他的百姓救出来 结果他用他的拳头去救他的百姓 于是他逃离了他的家乡 来到了米甸旷野 一去又是四十年 这四十年 已经把他磨得锐气都消失了 磨得所有的雄心壮志都没有了 那个梦在他的里头都快熄了 那上帝找他 上帝对他说 我听见埃及 我听见以色列人的哀哭的声音 我听见他们呼求的声音 我下来 我看见他们所有一切的委屈 我看见埃及人怎样欺负他们 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 他们怎么样 手上的馒头被人抢走 手上的包子被人抢走 手上的蛋糕被人抢走 他们怎么样在他们过着非人的生活 我通通看见了 所以我没有不理他们 我下来 我下来干嘛 我要来帮助他们 哈利路亚 我要告诉你 上帝也看见你的委屈 上帝也听见你的祷告 你不要认为上帝没有听见 你知道我也会觉得 因为我有祷告到现在 上帝还没有成就的 我有的时候哭着跟上帝讲 说上帝为什么还不成就 为什么还不成就啊 上帝不是没有听见 上帝听见了 上帝看见了 上帝要等着他的时候来到 一定会成就 而且上帝下来就要救他们 弟兄姐妹 今天你听到了 上帝对你说 他听见了 他看见了 他下来要救你 他下来要来帮助你 于是摩西就领受了上帝 重新点燃他里头的梦想 四十年前的梦想 年轻时候做的梦 要把以色列百姓带出来 于是来到埃及地 于是在法老王面前说 让我的百姓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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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地讲 当然不会讲一次就成就 这种事情 哪有 讲一次就成就了 他就告诉以色列百姓 以色列百姓也不理他 但是他又一直告诉他们说 上帝要带你们 从今天开始 要去一个更美丽的地方 是流来雨蜜的地方 上帝要带着你们 不再做奴隶 自己当家做主 上帝要带你们去 不再有人用皮鞭打你们 你们是自由的百姓 你们是自由的百姓 于是摩西有梦 让以色列人全族的人 都兴起了一个梦 你记住 这是非常重要的 领袖有梦 而且他把以色列人的梦想 一起点燃 共同来做梦 所以当法老王说 让你们走吧 所有以色列百姓 欢欢喜喜 快快乐乐 就跟着摩西走了 你注意 摩西带着梦想 来救他的百姓 他的百姓带着梦想 跟他一起出埃及 要不然谁要出埃及 就是因为有一个更美的地方 在那里留着 有一个更美的未来 在那个地方 所以他们愿意 离开自己原有的 第二个 索罗巴伯也是有梦 你记得索罗巴伯是谁 索罗巴伯就是 以色列人被掳 七十年以后 带着以色列百姓 从巴比伦回 耶路撒冷的第一批的人 就索罗巴伯带头 就索罗巴伯带头 索罗巴伯带着他们 一起回到了 耶路撒冷 干嘛 第一件事情 重建圣殿 因为当巴比伦王 毁灭耶路撒冷的时候 把圣殿也毁掉了 你记住 把索罗巴伯所建的圣殿 也毁掉了 完全拆掉了 所以索罗巴伯就 回来以后 有一个强烈的梦想 就是我要重建圣殿 丢建有那么容易吗 我跟你们讲过 大三啊 你算什么那篇信息 记得不记得 我就是讲索罗巴伯 建圣殿的故事嘛 记得不记得 他遇到很多的困难 四周的百姓 阻挡他 连后来 那个 那个 继位的 那个 那个小王 也阻挡他 所以他根本 没有办法见 而且呢 他们经济环境也不好 但是呢 撒加利亚先知 跟哈盖先知 就来告诉他 大三算什么 哈盖先知在那里说 哈盖先知在那里说什么 他说我告诉你 上帝要震动万国 金子是他的 银子也是他的 全部都要运来 帮助我们盖圣殿 果然嘛 果然嘛 后来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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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叫亚来学习 那叫什么网啊 就答应他们盖圣殿 当答应他们盖圣殿 不但答应 而且说什么 盖圣殿的钱 全部都国家出 不但盖圣殿的钱 是国家出 而且呢 献祭的钱 也国家出 你看见 上帝帮助 索罗巴伯 美梦成真 上帝可以帮助你 美梦成真 黎西米也是一样嘛 黎西米是在 索罗巴伯之后 大概差不多 对不起 索罗巴伯之后 大概 我现在记不起来了 五十年 还三十年 没有那么久 大概索罗巴伯之后 二十多年 他重新回来 圣殿已经建好了 二十多年 他回来 这个时候 什么东西是坏的 城墙是坏的 耶路撒冷的 城墙裁掉了 城门被火焚烧了 黎西米心里伤痛 觉得我的百姓 我的骨肉手足 在那个地方被欺负 所以他带着 国王的允许 Permit 然后回来 在这个地方 重修圣城 花了多少时间 五十二天 就把它盖好 那个圣城的 黎西米记上 你看那个故事 他真的很聪明 他让每个人 盖圣城的时候 怎么盖呢 很多人就在自己 自家门口盖 聪明聪明 为什么呢 在我家门口盖 告诉我要不要 盖得快一点 要不要盖得坚固一点 我自己贴点钱 可不可以 聪明 你知道吧 这个真是聪明 真是聪明 五十二天 就把圣城盖起来 不但把圣城盖起来 更重要的是什么 这个梦延续下去 他把以色拉找出来 以色拉是一个文士 以色拉很重要 我们旧约圣经 大概就在 以色拉手上定稿 懂我的意思吗 旧约圣经 在以色拉的手上定稿 以色拉就把 犹太人的信仰 重新恢复 在这个之前 犹太人的信仰 掺杂了很多 异族的信仰 很多亚苏人的信仰 巴比伦人的信仰 埃及人的信仰 乱七八糟的信仰 通通在他们的中心 但是以色拉在那个地方 就帮助他们 重新读摩西五经 帮助他们 重新备受摩西五经 帮助他们重新恢复 所有圣经重新的规定 包含安息日 包含割礼 包含捷径之礼 包含献祭 包含所有的这些东西 都在以色拉手上 跟着离西米一起完成 你看见 这是更了不起的重建 他建了一个有形的圣城 更因着神的话语 建立了一个无形的圣殿 更重要的圣殿 属灵的圣殿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看见上帝祝福有梦的人 一起说上帝祝福有梦的人 上帝祝福有梦的人 上帝祝福有梦的人 上帝也问你的梦是什么 你注意上帝给人梦 上帝祝福人梦 对不起 弟兄姐妹 上帝问 问你问我 你的梦是什么 你要什么 你看 你记不记得 说巴迪买的故事 记不记得 巴迪买的故事 当巴迪买 这个什么 这个 当巴迪买 这个坐在城门口 看到耶稣的手 大声喊着 大坏的子孙可怜我 耶稣问他一句话 耶稣问他什么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巴迪买回答得真好 巴迪买说什么 我要怎么样 那是他的梦 他从小看不见 从小不知道 耶利哥城长什么样子 从小不知道 他爸爸妈妈长什么样子 从小不知道 他坐在城门口 要饭的地方 是个什么样子 他从小不认得 人长的什么样子 他完全看不见 他有一个好大的梦 有个好深沉的梦 我要能看见 我要能看见 感谢主 美梦成真 上帝让他看见了 弟兄姐妹 上帝今天也问 你要什么 你要他为你做什么 很可惜 我们不是一个会做梦的人 华人不会做梦 中国人不会做梦 所以当习近平 十多年前说中国梦的时候 你知道 中国全国不知道怎么做梦 以为是个政治运动 告诉你一个笑话 所以他们到处拉红布条 中国梦 有一个浙江的监狱的门口 挂了一个红布条 中国梦 监狱梦 你以为被他们笑死 中国梦 监狱梦 为什么 因为他不会做梦 跟你讲一个故事 当然这是一个 预言故事 有个乞丐 在那里要饭 结果呢 有个天使跟他显现 天使告诉他说 神答应你三个要求 你要求什么都可以成就 你第一个要求是什么 他说 我今天还没吃饭 给我个馒头好不好 天使说成就 一个馒头 吃了馒头又问他说 你第二个要求是什么 他说 我的碗都是破的 给我换一个干净的好碗 好不好 天使说成就 然后说第三个 第三个愿望是什么 想好想好 他想了半天 他说这碗可能会打破 换一个铁碗好不好 你笑了 为什么笑 梦太小了吧 永远跟习丐 要来要去还是做乞丐吧 要来要去 还是一个讨饭的 基督徒 你的梦是什么 信耶稣洗了这么久 只是将来上天堂嘛 你就浪费这几十年在世上 可以过一个荣耀精彩 耀眼的生活 你的生命是可以很精彩的 你的生命是很可以不一样的 一个有梦的人 他人生就不一样 我让你看一个人 这个人叫做杰西卡 杰西卡一伸出来的时候 就没有双手 只有两只脚 他爸妈妈很疼他 小时候就帮他做一只 带在两边 像是有手一样 你可以想象 那个一只摆在那里 动都不能动的 挂在那里像木偶的两只手一样 懂我的意思吗 动都不能动的 然后他成长的过程 受了许多的排挤 许多的侵蚀 许多的这个什么 到他十四岁的时候 就大概就是八年级的时候 十四岁的时候 他决定他自己把两只 就把这个东西不肯穿了 他妈妈说你穿 我不要穿 他说从今天开始 我做我自己 我再也不要戴着这两只甲手 你知道吗 他后来只有两只脚 学会了游泳 不但学会了游泳 做所有的事情 他可以用他的脚化妆 涂口红 用他的脚戴假睫毛 他可以用他的脚 去开汽水瓶罐 他用他的脚去开汽车 有一点那个 而且用 他会去滑水 你看看 不是 冲浪板了 冲浪板 没有手 有手的人都站不住 只有两只脚 他会冲浪 然后他会骑马 乖乖 没有手拿缰绳 他会骑马 然后有一天 他跟他爸爸说 我想开飞机 然后他爸怎么回答他 他说可以 开飞机需要的 不是一双手 而是一双翅膀 他真的考上了 机师的驾照 全世界第一个 没有双手的人 会开飞机的就是他 要鼓掌就大声的鼓掌 对不起 你看见一个没有双手的人 都可以做梦 你有双手 为什么不可以做梦 你还不会游泳 你要不要试试看 今天把游泳学会了 对不对 我们中间很多人 不会游泳 我知道啊 你能不能把游泳学会呢 骑马贵一点啊 但你也可以去骑骑马吧 你不会说是跳障碍赛 你总可以跑跑马吧 你总可以跑跑马吧 如果你想开飞机 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啊 到欧洲去 现在我不知道多少钱了 以前在天上飞半个小时 有一个教练在边上 你自己开小飞机一百块钱 澳币一百块钱 以前了 以前了 现在我不知道 现在应当贵一点了 现在两百块嘛 两百块你可以去开一开嘛 两百块澳币有多少钱 六千块台币而已嘛 六千块台币而已嘛 为什么不可以的 你有梦为什么不可以的 我不是一直跟你讲 我想飞嘛 我想做滑翔衣嘛 有点明星啊 就待我在台东的时候 他就一开始看到路面高坡上 然后就说 张哥这个地方可以飞滑翔衣啊 你要不要飞 你知道我说好啊 我只随便说一声好 结果他就开到了这个登记的地方 然后就停车 说张哥下去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就看看我老婆 结果没想到 我老婆就先下去 我老婆就去写了 我想怪怪 他写了我不能输的 就咬着牙去写啊 写了以后 我记得我当时要飞的时候 你知道我就跑不动了 你知道吗 我现在跑步跟走路的速度 是一模一样的 我就告诉那个教练 我说对不起 我跑不动 他没关系 没关系 我拖着你跑 我推着你跑 真的 他是推着我跑 然后前面有两个人 拉着我跑 你知道吗 然后真的飞起来了 真爽啊 我告诉你另外一个故事 你们要去看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啊 在那个什么 电视上 那个叫什么 Phoenix上面有 Netflix上面有 叫做Auditary Angels 真实的故事 我看着哭了 这个女主角 她是美国一个小镇上 一个真实的故事 这个女主角是一个 是一个洗发的 洗头发 做发型的 但是呢 从小 爸爸离开她 妈妈是酒鬼 被打得暴力中间长大 长大以后结婚 先生离开她 然后呢 儿子也离开她 她打电话给儿子 儿子都不理她 所以她就变成 另外一个酗酒的 跟她妈妈一模一样 有一天 她就在新闻上看到 看到这个城里头 有个小孩 五岁 妈妈刚刚去世 这个孩子并为需要换肝 没钱换 她就很 里头就有一种激动 看到这小孩 好像看到小时候的自己 她说以前小时候 如果有人帮我一把 今天的我就不一样 她就想我要去帮这个孩子 真实的故事 她是陌生人 她帮着孩子募了款 给了这家 她想可以帮他们 结果发现 这家所欠的钱 因为前面妈妈生病 欠的钱四十多万 在医疗费里头 所以根本就没有办法 每天的生活都是问题 你知道她怎么办 她帮她募款已经很了不起了 像我们这边 我们说买一百张原油券 已经很了不起了 没有 她就跑去找医院的董事会 怪怪 这一个人 Nobody 去找董事会 告诉董事会 跟着董事长谈判 说要把他们的这四十多万 能不能够请你 帮他们这个审掉 他们说我们可以做一点减免 她说不是减免 是请你把它全部 write off 把它全部删掉 她说那怎么可能 这个人就说了 她说对不起 我做了一点功课 她就对董事长 一个妇人 她说我知道你有一个 十一岁的女儿 她说如果这件事情 发生在女儿 你女儿身上你要怎么办 她说她的妈妈 她说这个小孩的妈妈 在你们这里死的 所以欠了四十几万美金 现在你告诉她 因为你妈妈欠四十几万美金 所以你在我们医院里头 我们也没有办法来照顾你 所以你也要死在我们医院里头 所以你让她母女两个都要 死在你医院里头 说着她们无话可说 真的把她四十几万 全部都删掉了 四十几万美金 一千多万 这个妇人真实的故事 Nobody 只是里头有一个愿望 到后来的时候 要把她送去 开刀换肝 这个孩子需要换肝 换肝要到六百公里之外 的地方换 必须坐飞机去 因为要赶时间 同学的意思 发现了肝脏的时候 要给她立刻活 就是要捐过来的话 要立刻 乖乖 这个人啊 有办法帮她找到免费飞机 私人飞机 专门stand by 结果当地要换的时候 下大雪 哇 根本没有办法动 结果她就 车辆啊 什么啊 孩子送到机场 都送不到 结果少许让她想到 直升机 直升机 她到全市里头 想办法找到了直升机 把这孩子送到医院 开刀 你知道我要讲的是什么 她以前没有希望 所以酗酒 这个孩子 燃起了她生命的意义 她不单是救了这个孩子 也救了自己 脱离酗酒的捆绑 你们要去看这部电影 我一边看一边流泪 这个叫做 Ordinary Angels 就是普通的天使 因为事实上是一部福音电影 但是他把福音完全 隐藏在 那看不见的地方 完全就是一部福音 很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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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有梦的人 不但可以翻转你自己 也可以翻转这个世代 哥伦布就是一个有梦的人 一世多少年 他就 他就相信地球是圆的 所以呢他就 就是带着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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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的大帆船 来到了美洲啊 来到了美洲 他一直以为 这个地方 就是亚洲 他以为他到的地方 就是叫印度 所以 美洲的原住民 叫印第安人嘛 就是因为他讲 那里叫印度嘛 所以那叫新印度群岛嘛 就是因为他 后来后来 你知道 你知道为什么这个地方 叫美洲 没有叫哥伦比亚 没有叫哥伦布州呢 为什么要 因为有另外一个人 跟他差不多的时间 意大利人 叫做 American 来到这里 他说不对 这是另外一块新大陆 他确定 这是另外一块新大陆 所以这个地方叫 America 没有叫 科伦布 科伦比亚 没有叫这个 没有叫科伦布 OK好了 好了 你看金恩 这是我常常讲的 你记得金恩的故事 巴蒂路的金恩 他说我有一个梦 哇 这个梦真了不起 这个梦改变了美国 所以 这个谁啊 那个黑人总统 可以做的 叫什么意思 欧巴马 就是因为金恩 才会有欧巴马 没有金恩 不会有欧巴马 不但是影响美国 有没有影响台湾啊 我们中间原住民举手 原住民举手 原住民举手 今天把手放下 原住民早期的时候 台湾叫什么 最早期我们叫他什么 汉人叫他什么 凡啊 对不对 凡啊 约瑟也是一个凡啊 后来进步一点 叫什么 叫高山竹 再进步一点 叫做 三地同胞 再进步一点 现在叫原住民 你注意这个时候 金恩的影响 他的梦 他人生来就是平等的 不因着他的肤色 他的种族 他的文化 而有任何的差异 这个梦从哪里来 从圣经来的 懂我的意思吗 这个梦从圣经来的 好了 孙中山也是有梦嘛 他就一直希望 推翻满间 推翻满间 所以我说他是一个最会做梦的人 他一枪都没有开过 任何一次革命都没有参加 他永远只是用嘴巴革命 结果别人就去炮头颅撒热血 把命都丢掉了 然后他就是用嘴巴革命 然后革命完了以后 他做大总统 也是了不起的事情 大家都说他可以做大总统 好了 你看见 一个有梦的人是可以翻转世界的 弟兄姐妹 感谢上帝 上帝也让我会做稍微做一点点梦 你记得我想爬玉山 你看这照片 就我们爬玉山的照片 爬玉山的时候 六十岁 你知道我送给自己六十岁的生日礼物 就是要去爬玉山 所以我就腰着十几二十个弟兄 要爬玉山 为了爬玉山 每个礼拜六我们都爬山 每个礼拜用要锻炼身体 每个礼拜 你知道这个爬山的过程 前边几次 第一次爬 爬二哥山 我就在半途昏倒 你懂我意思吧 我在半途啊 就眼睛发黑了 半途眼睛发黑了 后来有另外一个人也半途 第二次有另外一个半途发黑的 就表示心脏 这个叫做 这个都是鲨鸟机了 所以就 这个都是不太 感谢主 我们爬出的群好弟兄 而且 我们不但爬到玉山 那几天里头每年爬一座三千公尺的高山 每天爬一座 每天爬一座 我告诉你 真是生命中间很棒的经历 我还记得站在玉山上 对全台湾祝福 那感觉不一样 等在高山底上 为全台湾祝福祷告 在河欢山山底上 我看着台湾海峡 然后我看得到 那天真的是万里无云 看得到台湾海峡 OK好了 我带人去了韩国 我就觉得我想 我要有一次能够带四百个人去 感谢主 有这个梦想 后来过了大概十多年 我真带四百人去 每年带每年带 到最后就到四百人去 我在韩国祷告山 看着耶路撒冷的会堂 上帝就跟我讲 我要给你一个会堂 像这个堂一样 于是我回来以后 我就常常祷告的时候 我就看着耶路撒冷会堂的照片 在祷告 那个图在祷告 感谢主 你看 现在我们的会堂 跟耶路撒冷会堂 差不多一样 差不多是一样 差不多是一样的 你知道当我们教会 十周年的时候 我记得我跪在那 保利龙礼拜堂的会堂里头 我跪在那里祷告 为我们教会祝福祷告 我说上帝 你让我的教会再大一点 复兴一点 上帝说要多少人 一千人 我说太少 两千太少 一万太少 两万太少 上帝说你到底要多少 我想一想 我说上帝 我要全中华民族归族 从那以后 上帝说那就不是一间堂点 于是我就知道 OK 不是一间堂点 我们就把设立堂点 成为我们很重要的宣教目标 所以你知道我们到现在设立多少 近乎八十个堂点 近乎八十个堂点 在全世界各地 我们在韩国 在日本 在香港 在泰国 在马来西亚 在印尼 在纽西兰 在澳洲 在南非 在加拿大 在北美 在美国 在中国大陆 各处都有我们的堂点 你看 是由一个梦出来的 懂我意思吗 一个梦开始是一个种子 后来会变成什么呢 一棵大树 然后会变成什么呢 一片的树林 因为它有生命 它会长下去 它会成长下去 圣而至于 你知道 十多年前 快二十年前 我们在韩国很受帮助 我就在想 我要把岛高山的聚会 带到台湾来 于是 从一个两百人的聚会 没有想到 到了后来 那么一个庞然大物 然后没有想到 我们在世界各地 都有我们的烈火特会 这是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 不是我们自己去烧的 我再告诉你 都是当地打电话来说 牧师请你来 我们这里办烈火特会 对不起 我就是在想到 这岂不是上帝 在成就我前面那个梦吗 我要全华人归主 所以上帝说 就让你去烧 所有的教会 让每个教会 都被复兴起来 然后点燃遍地 华人归主的福音的浪潮 弟兄姐妹 我想建立一个卓越的教会 弟兄姐妹 是一个充满影响力的教会 不是一个大的教会 是一个充满影响力的教会 弟兄姐妹 你的梦是什么 如何能够让美梦成真 你一定要想 你的梦是什么 告诉你几样事情 很重要 第一个 勇敢地做梦 一起说勇敢地做梦 再说一遍 记住不要做乞丐梦 告诉边上 不要做乞丐梦 不但要做梦 而且要用眼睛 看得到你的梦 如同我说 要有一个耶路撒冷 一样的会堂 我的眼睛 闭上眼睛的时候 心眼就看到 耶路撒冷的会堂 如同上帝告诉亚伯拉罕 说什么呢 你像东西南北看 看到的都是你的 很重要 看 你要用心眼去看 看你的梦想 让你的梦想图像化 OK 让你的梦想图像化 非常非常的重要 上帝告诉亚伯拉罕 说你要做爸爸的时候 让他出来看天上的星星 看 看到天上的星星 然后那个星星 都变成小孩的笑脸 满天都是小孩 对他喊着说爸爸 你要勇敢地做梦 看见你的梦想 一起说看见我的梦想 我再说一遍 看见我的梦想 很多人说文字化 我觉得不好 我要图像化 文字化常常写不清楚 图像化 一张图化 超过一千个文字 第二个 采取行动 一起说采取行动 一两的行动 比一顿的梦想还要重 一两的行动 都中过一顿的梦想 没有行动的梦想 只是白日梦 我爬玉山 如果只是想爬 永远爬不了 就是开始去爬 就开始爬 找教练 然后组团队 然后开始锻炼身体 上帝告诉亚伯拉罕 说你向东西南北看 然后说 告诉亚伯拉罕说 你要纵横走遍这地 那是什么 那是行动 要纵横走遍这地 你一定要采取行动 想学英文 采取行动吧 采取行动嘛 不管什么行动 你说我就读英文圣经 也是开始采取行动 你去参加一些 YouTube上面的班 也是采取行动 第三个 要以上帝的为中心 来做梦 一起说 以上帝为 再来一次来 很多人的梦只有地上 可不可以 可以 太可惜了 跟乞丐梦差不多 英国女皇 伊丽莎白二世 在她去世的时候 在她的上里上头 最后要把她的棺木 移去 这个埋葬 大主教说了一句话 最后的话 他说 现在 我们把 女皇 棺木中间 所有代表 她权位的东西 通通拿出来 所以第一个是 女皇的办公室就结束了 女皇的侍从人员 通通也都结束了 就是不再有这些的是 女皇的侍卫 她们大概都还有一些 什么特别的名称 第二个呢 她在棺木中间 这个主教 把棺木中间的王冠 权杖 所有贵重的东西 从棺木里头 通通取掉 她说 让我们的姐妹 用一个简单 基督徒的身份 去见天父 所以这个主教 在介绍 伊丽莎白二世的时候 都没有说 我们的Queen No 她说 我们的Sister 刘姐妹 有天你见上帝的时候 你是带着 Nothing 去见上帝 不会带着你的房子 不会带着你的钞票 不会带着你 名片上的头衔 通通都不会 所以拜托你 你的梦里头 要有上帝 为上帝来做梦 你的梦里头 不可以只有你自己 如果只有你自己 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什么都没有 如果你为上帝做的 会跟着你一起到上帝那里去 最后要紧紧地抓住上帝的手 没有上帝的同在 都是突然 有上帝的同在 美梦一定可以成真 自从上帝责备我 老在那里看 有谁来聚会 谁没有来聚会 有没有人来参加这个聚会 上帝责备我 所以你都看 人来了没有 你不看我来了没有 从那以后 我就学习我的眼睛 定睛在耶稣的身上 完全定睛在耶稣的身上 有耶稣来我就欢喜 有耶稣来我就胆壮 有耶稣在我的别上 我就什么都不害怕 有耶稣在这个地方 我就勇往直前 有耶稣在那里 我就绝对不沮丧 前不久有一个牧师 来见我 谈到他有些很沮丧的事 在教会里头 就是有人来啊 人往啊 就是有什么很重要的同工离开啊 他很沮丧 我就跟他讲 我说弟兄记住一件事情 要看一下上帝还在不在你教会 上帝仍然在你的教会 谁离开都没关系 如果上帝不在你的教会 千百人来你的教会 也没有用错 留姐妹 你的生命中间要有上帝 你的生命中间要有上帝 祝福你 做一个有梦想的人 祝福你 你的梦里头要有上帝 祝福你 你的梦里头要有上帝的同在 要有上帝的陪伴 祝福你 你的人生不止这样 你最美丽的人生还没有开始 就算你到了八十岁 摩西的人生最美丽 就是八十岁以后 八十岁以后 可以写下你生命最精彩的篇章 我们一起来唱四歌